佛学名词灌顶 灌顶是佛教密宗一个很特殊的仪式 但是什么是灌顶呢? 在古印度转轮圣王的太子要即位的时候 转轮圣王会把四大海水收集起来 从太子的头上淋下去 代表从今以后 这个四天下属于你的 你要接续你父亲转轮圣王的位置 开始统治这个世界 后来佛教中将这个仪式衍生到佛教来 在日本的真言中这么解释灌顶 大致如来以智慧的般若法水 来灌我们初发心菩萨的头顶 也代表佛菩萨圆满的功德传授给我们 在密宗灌顶叫做授权 也就是透过灌顶 我们可以修行这个本尊 身口意 身我们要比手印 口我们可以持这个本尊的咒语 意我们可以观想这个本尊的形象 以及种子字 因此灌顶也就是一种资格 但是相对的灌顶也是一种责任 从今天开始 我如果受了观音菩萨的灌顶 我就要跟观音菩萨一样 慈悲利益众生 我受了欧弥陀佛的灌顶 我要引导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 灌顶除了授权 除了资格 也是一种责任 至于灌顶 是不是真的透过种种的仪轨呢 是的 有可能上师会用一个宝瓶 放在你的头上 代表你得到这个本尊的宝瓶灌顶 灌顶有瓶灌 密灌 智慧灌顶 以及慈意的灌顶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透过灌顶的仪式 能够转化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从一个凡夫 进而成为一个佛陀 但是是不是完整的接受灌顶 就要看我们内心 有没有得到净化 未来的行为 有没有越来越像佛 或是菩萨的行为与修行 这才是真正得到灌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